陈飞宇与人妻床照事件最新进展 吴亦凡2.0没跑了 陈飞宇遭暴雨女网红床照 网传妈妈陈红曾想用人民币200万元买下照片 但没买成 狗仔超能摄影杨阳 曝光三张疑似陈飞宇床照 爆料陈飞宇从多年前就和网红 是伊林阿在一起 多次在长沙高级酒店开房间 还比对床照男生的耳朵 嘴角至雨晨 飞宇都一样 还预告会有更具说服力的第二波 随着八卦曝光网友也开始办案 是伊林阿被起底时2017年电影《密果》时期 就在追陈飞宇的战姐跟拍一人形成的粉丝 同年陈飞宇有份参与电影《腰毛船》上映时 是伊林阿还以陈飞宇粉丝身份接受采访 称赞导演陈凯歌 工作人员很用心导演玄角眼光太好了 还有网友 爆料其实是伊林阿是以婚化装师 照片是她的老公卖给狗仔 还曾听说过陈飞宇的妈妈陈 红想以200万人民币 约薪台币885万元买下这批照片 最后没买成 试想一下 一个想当内于顶流的太子爷 一贯以清清白白 单单纯纯 从不恋爱 不知情为何物的傻白 舔大男孩形象行走归圈 突然变成了和已婚女粉丝开访的人 不仅人设崩塌 分分钟可能因女方以婚身份事业全毁也说不定 而且 以照片清晰程度 以及狗仔口中的第二波实锤预告 再加上女方和陈飞宇的合照 以及亲密聊天记录也都有 想说认错人 估计也没人买账 综合来说 危机公关难度相当之高 在这种情况下 冷静思考了几个小时后 陈飞宇公司做出了回应 没有走否认路线 而是略过这一步 直接承认了 晚上七点整 陈飞宇工作事发声明 说了这么两个意思 第一 承认陈飞宇和女网红之间曾是情侣关系 但已经分手 而且双方交往期间都是单身 虽然懂意思 但还是很想吐槽 交往期间两个人都是单身 是什么鬼 团队学历不应该太低吧 第二 强调陈飞宇和女网红之间的恋爱 以及照片都是个人隐私 禁止对他俩的事情做出传播 否则要追究网友和网络平台的法律责任 陈飞宇声明发出来一分钟后 7点01分 女网红的经纪公司也发了和陈飞宇微博内容几乎一样的声明 旨在单身谈恋爱和隐私 不容侵犯 外又多加了一条 说女网红和陈飞宇和平分手 并且女方第二年结婚 意思是她和陈飞宇分手后才认识新老公闪婚 没劈腿没出轨 故事到这里 平良心说 我个人觉得截止到这里 其实是个非常成功的危机公关 把照片事件对一人的负面影响 降到了能降低的极限 最起码可以去掉小三的头衔 是没想到 居然有后续 而且这后续还是陈飞宇公司自己提供的 一个堪称反转的后续 不知道是真是假 狗仔张小涵发了一条微博 内容是陈飞宇老板和员工给张小涵说的版本 全程音频佐证 音频里陈飞宇老板说的故事和声明是完全不同版本 内容大概如下 我们单身是真的 对方是自称单身 年轻人没注意被拍了照片 然后就被设计被勒索 我们单身的一人就因为和他有一次就被长期勒索 包括钱 包括感情 怎么讲 感觉这个回应太突然太颠覆了 声明说恋爱关系 音频里直接说陈飞宇是被人设计了 然后女网红就不停勒索 还伙同他男友一起来勒索钱财 好家伙 看完是不是直接惊呆 原本公关已经能勉强对付过去了 毕竟两个人口径一致说恋爱过没出轨 别人也奈何不了 但一转眼 联合发声明的女网红 突然变成了陈飞宇团队口中 敲诈勒索钱财且只睡过一次的人 迷惑到不知道这连翻操作到底是图什么 是既要解决之前的照片危机 又想继续保持从前的单纯好骗大男孩人设 对这个瓜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